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7月22日 星期五 台灣知名藝人林志穎在今天 22日上午 在桃園市中正北路發生車禍 他在車上被拖出來的時候 整面都是血 詳細傷的情況 事故原因還要等一步釐清 根據報道說 事發在今早10時50分 當時一輛白色Tesla失控自己撞在橋上 現場冒出紅紅大火 目擊者說當時車上是一對父子 其中駕車的爸爸傷勢看起來很嚴重 也好像卡在車上 後來現場民眾幫忙拉出來脫困 至於坐在前排 即是司機位旁邊的兒子 初步看到傷勢沒什麼事 因為受了少少害怕 後來警方證實 傷者的身份就是林志穎 據報他當時在駕駛Tesla Model X 載著兒子從桃園的牢竹區到中正北路 往桃園市中心方向行駛 期間撞到機車分隔島 出事後頭部受傷的林志穎一度連東西都說不到 而且坐在駕駛的兒子 臉上也有點擦傷 再長的目擊者說當時林志穎看起來都像是脫了膠的手 整塊臉都腫了 血肉模糊 至於林志穎的家人說 她的人在臨口長根醫院 應該沒有太大礙 她們已經去到醫院關心她的傷勢 經理人亦都說 父子二人都在醫院觀察著 有待準一步的消息就會再回覆 多謝各界的關心 感謝 這次的節目暫時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